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冷气团发威 今天全台各地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冷 像是平地呢 最低温是出现在淡水只有8.1度 而很多西半部地区呢 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也出现了10度以下的低温了 提醒大家未来这段时间呢 还是会持续有这种辐射冷却的效应 清晨和晚上依旧是感觉比较冷一点点的 提醒大家早晚外出还是要记得注意保暖了 不过其实呢 接下来这段时间 台湾依旧是受到干冷空气的影响 所谓军图上面可以看到呢 水气量都是不多的 就只有在银封面的东半部地区呢 受到地形效应的影响 云量是比较多一点点的 但是整体来说呢 全台各地也都是一个可以见到阳光的好天气 未来这几天也都是如此的 特别是呢 从明天的中午开始 冷高压都移出海之后 冷空气减弱 气温的部分就渴望各地的高温回升到20度以上了 只不过呢 很快的在下个礼拜二的晚上到礼拜三 又会有一波新的冷气团 以及封面余性呢 紧接着而来报道 所以从下个礼拜二晚上到礼拜三呢 预计全台各地又要转成一个 比较湿比较冷的天气形态了 所以大家过来这段时间 真的要好好把握 相对来说 水气来说是比较少哦 而且比较干 比较干爽的好天气 好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了 刚刚提过了 到下个礼拜二之前呢 天气状况都算是稳定 还不错的 所以呢 除了在东半部地区 有一点点零星的迎风面地行性降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不会下雨 有阳光的好天气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保握 不管是外出活动呢 或者是晒洗衣物 大扫除都是相当地适合的哦 好再来看一下风的部分了 其实现在呢 这个季节都是盛行着东北风 很容易把中国沿岸的污染物 给带到台湾来 导致空气品质呢 会有一种不良的等级哦 但是呢 从明天开始 风场会逐渐转成比较偏东风 这个时候呢 空气品质就渴望回复到一个比较好的样子了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咯 接下来风面以及冷气团一步一步的报道 东北风增强的时候 还是要多加留意空气品质的状况 特别是容易呼吸到敏感 容易过敏的患者 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不要的时候戴上口罩出门 会比较舒服一些些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气温的变化了 刚刚提到了 从明天开始呢 冷气团就会减弱了 所以可以看到从明天开始 各地中午的高温就渴望回升到20度 接下来呢 会以每天一到两度的幅度呢 气温往回升 到了礼拜二真的是非常的温暖 出现了24度25度的高温 非常的温暖 但是很快的礼拜三开始 又会有一波新的冷气团报道 到时候呢 气温又会开始骤降了 所以提醒大家了 要好好把握礼拜二之前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只是呢 在礼拜二之前 辐射冷却效应明显 天成了晚上的低温 还是只有13度到15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了 早晚依旧是比较冷一点点的 日夜温差是蛮大的哦 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的 早晚比较凉一点 要记得注意保暖 而南部地区呢 也是属于这种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哦 中午的时候也是很温暖的 但是早晚依旧是感觉比较凉一点点的 这样子的情况 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二左右 早晚外出一定要记得注意保暖 好 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了 从周末呢 也就是明天开始冷气团就会减弱了 白天开始就会逐渐的回暖当中 只是提醒您了 因为现在呢 辐射冷却效应还是蛮明显的 清晨跟晚上依旧是比较寒冷一点点 提醒大家 日夜温差大 要记得注意保暖了 而这样子稳定的天气呢 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二左右 礼拜二晚上呢 到礼拜三才会有一波新的冷空气 以及封面云气报道 到时候又要转湿冷了 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 在这个礼拜二之前 比较稳定又舒适的好天气了